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灵的大能 复兴你的教会 与我们众人同在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今天我们继续查考马太福音 今天要查考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 这一段经文有一个题目就是犹太人之王 我们先一起来看第一节 马太福音二章一节 当西律王的时候 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横 西律王 我稍微解释一下 他不是犹太人 他是以东人 以东人呢 因为这个罗马人和希腊人也称以东为以图买 所以也很多提到西律王也会说他是以图买人 他是在大概主前四十年的时候通过贿赂 就是贿赂罗马的元老会 然后被封为犹太王 统治时间三十七年 主耶稣在犹太的伯利横 生在犹太的伯利横 为什么生在伯利横呢 这里有一个神的预言和成就的事情 我们一起看弥加书五章二节 弗利横以法他 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 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 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 他的根源从亘古 从太初就有 这是在弥加书里面的预言 这个以法他 侯利横就又称以法他 在创世纪也三十五章十九节 说到拉结死了 葬在以法他的路旁 以法他就是伯利横 这是先知的预言 然后我们看这个事情怎么成就的呢 我们看录加福音的第二章一到六节 当那些日子 该萨亚古士都有旨意下来 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策 这是居民牛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 头一次行报名上策的事 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策 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萨勒城上犹太去 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横 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 要和他所聘之妻 玛利亚一同报名上策 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 他们在那里的时候 玛利亚的产期到了 就生了投胎的儿子 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 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这是先知的预言 然后是这样成就的 我查了一下 罗马帝国每14年才会实行一次 这个人口普查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 正好好像正好遇到了 罗马帝国的人口普查的事情 表面上约瑟 玛利亚他们是遵行政府的指示 一个行政的一个命令 然后他们去到了伯利横 但实际上我们透过属灵的眼睛 可以看见这是神的护理 神透过他的护理 成就他发的预言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神是掌管万有的 神是掌管历史的 看似这个世界的发展 历史的发展 好像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碰撞 然后继续的发展 然后好像是有很多的原因 但是所有历史 整个人类历史场合的发展 都在神的掌管之中 因为神是掌管万有的神 人类历史的发展 有罪恶的影响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 也有神要赐福 他的百姓的一个旨意 含在其中 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不管这个历史 是怎样发展 但是有一个真理 在其中 就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因为神是掌管万有的 下面我们看 有几个博士 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 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 在哪里 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 特来拜他 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 这里说几个 没有说具体几个 还有从东方来 东方哪里 圣经也没有说 所以很多人会说三个博士 可能是不是因为有三个礼物的原因 但是圣经并没有说是几个 也没有说是从东方哪里来 所以我想圣经没有说如果硬要断定的话 也是不必的 实属不必的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呢 透过经文我们可以知道 他们是外邦人 他们是大有智慧的人 他们也是富有尊贵的人 他们蒙神的恩典 神迹引领 来敬拜耶稣基督 这个神迹的引领是 是一个很特别的神迹 这个神借着环境引领他们 借着他们说 看见他的心 这个心呢 我想这个博士他们所说的这个心呢 并不是我们常听到的那些星象学啊 或者星座呀 或者这些内容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生命纪四章十九节说 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 见耶和华你的神 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 就是天上的万象 自己便被勾引敬拜师奉他 还有生命纪十八章十节也说到 你们中间不可有人 是儿女惊火 也不可有占卜的 观照的 用法术的 行邪术的等等 这里有一个观照的啊 我觉得这个心呢 在民俗记也提到 就是那个巴兰被神感动 也曾经发过一个预言 就是说 我看他却不在现实 我望他却不在近日 有心要出于雅各 有藏要心于以色列 必打破摩亚的四角 毁坏扰乱之子 这里也提到有心出于雅各 也是指着基督说的 基督的预言 但是这个东方博士 他们具体看见这个心 是一般我们所看见的心呢 还是很特别很神迹性的心呢 这个我们无从知晓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知道 不是那个星象学占星术 或者是星座这一类的 因为刚才的经文 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神不让人做这样的事情 那么就有很多圣经学者推测 他们是可能懂一些天文学 他们懂一些天文学 这个天文学和占星术还有不同 天文学是观察这个天空 这些星座的规律 然后总结一些规律 但是占星术呢 是通过观察一些规律 然后来占谱 来预测一些未来的事情 这个就有问题了 这个就是占星术 就是心向学 这个是神不允许的 但是天文 他们可能是一些天文学者 有可能啊 也有可能他们对神 就约神的话呢 也有一些或多或少的了解 所以他们呢 蒙神特别的启示 他们就蒙神这样一个特别的 兴起一个特别的环境 就是他们所看见的这个心 引导他们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 他们要来敬拜基督 所以他们是蒙了神 很特别的启示的 所以以至于他们会很确定 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以后 他们说话是表达是很确定的 他们说那生下来 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 他们来的时候的态度 是非常清楚的 确定的蒙了神的启示指引 环境的引领 他们来到耶路撒冷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 就是也不要错误的理解 说这些外邦人 他们好像可以借着自然环境 或者一个什么特别的意象 他就得救了 我们也不要产生这种误解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这些东方博士 神用特别的神迹 引导他们来到耶路撒冷 是干什么呢 是来拜谁啊 拜基督的 是来信基督的 拜基督的 他们并不是脱离了基督 而得救的 今天有一种说法 有很多大牧师也是这样说 他们有种说法就是说 人可以不借着耶稣基督 也可以得救 就是说这些外邦人 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 但是他们在这个好像看到这个神所创造的自然界的万物 这个他们心生敬畏 他们好像对神心生敬畏 然后说这样的人呢 他们也会得救 这是异端邪说 我们看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怎么说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还有大使命怎么说 你们要去普天下去 对吗 传福音给外民听 对吗 使外民做我的门徒 放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对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 教训他们遵守 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 如果说一个外邦人 根本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名字 不认识耶稣基督 他就因为对自然界有一些心生敬畏 或者说他好像对他心中的神 或者他说有上帝 他承认有上帝 但是他没有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这种情况下 现在说这样的人是可以得救 这是异端邪说 如果这样是对的话 那么耶稣还用叫他的门徒付这么大的代价 去传福音给万民吗 还需要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 还需要传到撒玛利亚 还要传到地籍吗 还需要历史历代的圣徒 流血舍命去撒福音的种子吗 如果他们这个一段邪说是对的 那不需要再去传福音了 只需要人心生敬畏就可以了 只要看到自然界心生去对神灵 好像有一些敬畏就可以了吗 这是绝对的异端邪说 但可惜现在福音派很流行这样的说法 你们要警惕这样的说法 远离这样的说法 唯有耶稣基督 以前我有个邻居 我给他传福音 传了传了很多次 他都没有 就是至少我在我和他离开以后 我知道他还没有信耶稣 但他跟我说 他说他相信有上帝 我跟他传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是救恩是如此的 要信靠他的名才能得救 这个他就好像不是很注意 或者他不是很在意 他说我是敬畏上帝的 他说我是敬畏上帝的 你知不知道我家里吃饭 我常常摆一双筷子 多摆一双筷子 我说你摆给谁 他说我相信上帝 我相信上帝 我家你看我们家 他家也比较被祝福 他说他比较被祝福 他工作顺利什么的 所以他敬畏上帝 他说我知道有上帝 他对我讲的耶稣 并没有什么兴趣 但是他说他相信上帝 所以他说他每次吃饭 家里多摆一双筷子 说他朝着东方摆一双筷子 就是他自己发明了 这样的敬畏 你们觉得可以得救吗 不可以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当然我希望他将来 可以继续听到福音 可以信靠耶稣基督 否则的话就是 就是很混乱 还有今天你们常听 有人说孔子孟子得救 是吧 还有人说不一定得救 是吧 或者有不是 对有人说不一定 是吧 那孔子孟子根本就任何历史记载 看不到他们认识耶稣基督 认识神 没有啊 但是今天有人说这些有智慧 他们有智慧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突然好像心生敬畏 或者对神有点什么认识 很清楚 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生命 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永生 这是真理 可惜现在教会非常混乱 这样的这样的一段邪说 非常的流行 我们要记住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好 我们根据这个刚才读的这两节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两个王对吗 一个西律王对吧 他被封为犹太王 还有个王是犹太人 真正的犹太人之王 是生在伯利恒的耶稣基督 对吗 在这个时候同一个时空 这个环在在犹太地的 同一个时空下有两个王 都是犹太人的王 一个真一个假 我们当然知道 耶稣基督主耶稣是 真正的犹太人之王 但是西律王呢 好像这个时候他暂时是掌权 他好像也在管的就是犹太人 他也被分为犹太王 犹太人的王 那两个王我们来看一看 两个王有什么不一样啊 我们先来看一看西律王是一个怎么样的王 西律王我查了一下记载呢 他的真实的 他先后残酷的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三个儿子 岳母 姐夫 叔父 及其他许多的人 他被封为犹太王初期呢 借着罗马军兵的帮助呢 镇压 犹太人的反抗 他还屠杀了伯利恒全城的男婴 这样一个残酷的王啊 他唯一的功绩啊 就是大概在主前二十年的这个时间呢 他为了讨好犹太人 为了巩固他的政权呢 他就开始建圣殿 这个圣殿虽然建的雄伟壮丽 但是呢 却是一种欺骗 对吗 这个西律王根本不敬为神 可是他却热心去建圣殿 他要怎么样 欺骗 他要讨好 为了他的政权巩固 他要讨好犹太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西律王代表的 西律王代表的是这个世界的王 他不过是撒旦的代理人 他要奴役 他要奴役 残害 欺骗神的百姓 这个表面的犹太人之王 他是做什么的 他是奴役 残害 欺骗神的百姓 我们看约翰 我来了是要教养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还有约翰 一书五章十九节也说到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 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 这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 所以我们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可以看到一个对比 一个盗贼就好像西律王一样的 好像这个世界的王一样的 他们表面上也给你迷惑你 给你建圣殿又怎么样 但是他们真正的本质是什么呢 是偷窃杀害毁坏对神的百姓 然后真正的王耶稣基督真正的王呢 是教养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真正的犹太人之王是耶稣基督 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十一节 当时耶稣站在巡抚面前 巡抚问他说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说什么 你说的是 他自己肯定了他的身份 他是犹太人之王 然后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章二到六节 那个施洗约翰对耶稣的身份也有一些 他不是质疑 而是他要更确定一下 因为他也是人 他之前为耶稣做见证 但是之后他要更确定一下 所以他他就叫他的在间里 他听见基督所做的事 就打发两个门徒去 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耶稣回答说 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 就是瞎子看见 瘸子行走 长大麻风的捷径 龙子听见死人复活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所以这里通过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到 主耶稣基督给神的百姓是带来光明和自由 并且为他们舍命 赐给他们丰盛的生命 正如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说到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王的鲜明的对比 对吗 两个犹太人之王 鲜明的对比 一个是奴役残害欺骗神的百姓 还有偷窃杀害毁坏 这是世界的王 对吗 一个是真正的王 天国的王 真正的王是什么呢 是瞎子看见 瘸子可以行走 长大麻疯的 可以洁净 龙子可以听见 死人可以复活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白白的 看见两个王都不一样了 两个王鲜明的对比 我想如果我们现在知道两个王鲜明的对比之后 如果要问你一个问题 你愿意被哪一个王统治呢 我想所有的人都会回答 哇这个世界的王这么坏 我不要他的统治 对吗 所有的人都希望要 我要被天国的王统治 我想是这样的 对吧 但是问题是 你想被谁统治 这是好的愿望 但是我要告诉你 怎么样才是被 你所期待的王统治呢 就是顺服谁 就被谁统治 这就是统治权 顺服谁 就被谁统治 我们看一下 以福所书二章一到二节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看见这个经文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看见没有 就是那世界的王 对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这样的人呢 就是是怎么样 他怎么顺服世界的王 怎么样被世界的王统治呢 是他们的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 看见吗 也就是说 世界是属魔鬼的 如果我们爱世界 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从那空中掌权者 就有一个结果 我们将会被奴役 残害 欺骗 偷窃 杀害 毁坏 这是必然的 结果 我想大家现在 可能有一点点明白 如果我们顺从肉体的私欲 情欲 如果我们顺从今天的世界的潮流 风俗 我们就正在被那世界的王统治 就好像那个残忍的西律王一样 如果我们说我们希望被天国的王统治 希望被耶稣基督统治 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你顺从谁 你顺从谁就被谁统治 结果也很清楚 如果你顺从的是世界的王 就是那个可怕的结果 如果你顺从的是天国的王 就是 必有属天的平安和福乐 活在光明和自由中 两个王的统治 结果 大家都很清楚了 我们是神的儿女 在基督里重生得救了 如果我们随从自己的肉体的私欲的话 也会有这两个问题发生 如果我们顺从肉体的私欲 我们就被这世界的王残害奴役 你说我怎么被奴役残害了 怎么被欺骗了 好像没怎么觉得 我好像挺习惯在肉体里面活着了 到底这个世界的风俗指的是什么 我怎么被偷窃杀害毁坏了 这世界的风俗有什么 这世界的潮流有什么 这世界的潮流风俗 其实都是我们肉体很喜欢的 很好的 觉得很甜的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不是属神的 不是属神的国的 这撒蛋给我们 但是我们在肉体里面会觉得很甜的 世界追求什么呢 发财 我们的肉体里面觉得发财挺好 多赚一点 有什么不好呢 我有很多的需要 不知不觉我们的注意力就转移在这些上面 我们身边的同事 他们都在竭尽全力的发财 根据他们所拥有的资源 每个人拥有的资源不同 根据他们所拥有的资源 竭尽所能 竭尽他们的亲戚也好 朋友也好 他们工作的资源也好 和他们的聪明才智也好 所有的资源 他们全部都会 全部用上 然后让自己发财 让自己赚的更多一点 这是几乎世界的人都在做的事情 你们身边的同事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他们拼命的读书或者想升职 或者是做任何的事情 都是为了发财 赚更多的钱 你们身边的人 都是这样的思想 这样的价值观 就在你们身边 每天和你们相处 你们有时候不知不觉 你们的肉体 不知不觉跟着他们走了 因为他们讲的 没什么不好 他在讲让我可以发财 他在想让我过得好一点 他说的没什么错 这不是天国的子民追求的 对吗 如果我们清醒一点就知道 发财不是我们天国的子民要追求的 但是我们会渐渐的受影响 渐渐的往这边划 顺从顺从了那个空中掌权者 顺从那世界的王给我们的价值观 渐渐的偏离 发财 如果追求发财的话 如果你是神的儿女 你正在追求一个错误的东西 我们过去讲过很多 就是我们要追求神的国 神的义 我们所做的工作 我们的生活都是为了荣耀神 我们都明白这个真理 所以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去全身心的追求财富 就错误了 但是我们会不知不觉的去追求的 不知不觉的就去爱慕的 因为财富可以带给我们很多 带给我们享受 带给我们身份 带给我们地位 带给满足我们各样的愿望 钱财除了不能把天国给你 基本上你所要的愿望 差不多都能给你了 唯独天国不能给你 但是撒旦就让你去追求 追求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想发财吗 你想要像同事那样 竭尽全力的多赚钱吗 我假设举个例子 假设我把地球 如果有可以的话 我把地球送给你 换你的救恩 你换吗 谁愿意换 或者把两个地球给你 谁要 估计你们都不会要 你们要永生 对吗 要神的国 对吗 所以金山银山不要去 我知道可能你们本身 在基督里 蒙圣灵的光照 因着神话语的教导 你们不会去 好像很表现得很 像别人那样很努力的去 但是你们会不知不觉的 因为这个世界的潮流 是被撒旦在运行的 在推广的 撒旦这个圣经怎么说 是在那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 邪灵 撒旦可以在那悖逆之子的心里面运行 好像这个被逆之子还以为是他自己的愿望 其实是撒旦的运行 他是有私欲 但是撒旦继续的迷惑 继续的 诱惑 使得他的心渐渐的越陷越深 那基督徒呢 你说基督徒 我不是被逆之子 我是基督徒 基督徒也有肉体 知道吗 如果你们活在肉体里面一样的 撒旦在我们的肉体 在我们的这个肉体那个罪性上面 撒旦是有权势的 我们从神得救了 神并没有立刻把我们的肉体 从我们的生命中拿走 为什么 神把这个仇敌留在我们里面 是为了让我们紧紧的倚靠神 随时倚靠神 与我们里面的仇敌征战 就是肉体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肉 我们的仇敌不单是肉体 还有魔鬼 对吗 世界对吗 魔鬼的诠释在哪里 就是在我们的肉体 知道吗 你们已经重生得救了 是圣洁无瑕疵的儿女 但是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 就是肉体 神还没有从我们生命中拿走 还放在我们里面 为仇敌 所以要我们随时去紧紧的靠着神 随时的去顺服那位天国的君王 去胜过那个世界的王 去胜过我们里面那个败坏的肉体 这是神没有拿走肉体的原因 仇敌在我们里面 每一天都要打仗 所以不要以为我是基督徒 我不是悲逆之子 没问题了 不是没问题啊 有问题啊 恰恰因为你是神的儿女 撒旦更要攻击你了 更要迷惑你了 我以前听说一个例子 我在温州 我听一个老仆人讲一个见证 在温州有一个弟兄 在教会里面牧会的牧师 他正在服侍神 可是温州人你们知道都做生意了 家家都发财 邻居身边的亲戚朋友 各个发财了 他也不比别人笨 他就受影响了 他也是温州人 他也和他们一样 有一样的聪明 后来他就心动了 放下神的事工 去做生意去赚钱去了 赚钱以后呢 被神管教 有一天 他上他们家赚了很多钱嘛 修了高楼 不知道是两层还是三层 反正修了高楼 修了高楼以后 这个弟兄就 有一天他上到这个楼顶 楼顶是储存间嘛 他们上 他就上到楼顶去放东西 整理东西 整理完了以后 他就下来 下来以后 他就去找这个 下来以后 他就发现 他的那个小儿子 小孩子不见了 小孩子不见了 他去哪玩了 到处找 没有啊 家里没有 后来又亲戚朋友去找 周围啊 什么院子啊 什么都看了都没有 然后又报警 报警又去 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找不到了 这个孩子 后来他 有一天他又 又上他的楼顶的那个仓库房 去拿东西 发现那个孩子是在里面 那个孩子是跟着他走进去的 他不知道 出来的时候把门一关 孩子出不来 活活饿死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是神的管教 这个事情很严重 当然这个事情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 很严重 但是我想说 这个弟兄怎么会放下神的国度 不追求 追求世界 受影响 受身边的影响 受世界的影响 受撒旦的迷惑 当然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 你们虽然没有服侍神 但你们是神的儿女 同样你们追求的是神的国 你们在世界不是为了 世界为了自己的欲望而活的 你们是为了那个 天国的君王而活的 你们是为了他而活的 所以即便你们没有 在教会里面服侍神 但是你们也是神的儿女 也不可以随从那世界的潮流 更要警醒 小心世界的潮流 我刚才只是举了 世界潮流的一个例子 发财 世界潮流多的去了 撒旦在悖逆之子 心中运行的 多了去了 什么大房子 好车呀 都是人心所愿的 你可以开好车 你可以租好房子 但是如果你爱这个东西 爱到一个程度 你是为了这样的一个偶像 这样一个愿望而生活就得罪神 还有的人他不是追求这些 他追求被人看得起 为了让人看得起他 他就 努力的 努力的工作 努力的生活 这也是错误的 撒旦也是在人的心中运行 运行什么呢 要你骄傲 追求自己的荣耀 要你贪财 多了又多 多了又多 让你追 追求 让你随从肉体的情欲 私欲 让你去爱这些东西 让你去贪图享乐 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享乐 我们当然可以享乐 知道吗 神给我们一切的丰富 我们存着感恩的心 我们可以享乐 但是我们不可以贪图享乐 知道吗 我们不可以贪心 我们不可以说 哎呀 我过去好苦 现在总算有点钱了 总算来美国了 我要好好的享受一下 这就是贪心了 知道吗 就变成了一个偶像 还有世界的 以前我讲过很多 世界的电影啊 电视剧啊 这些电影 电视剧 还有书啊 那些什么 甚至包括那些什么世界名著啊 里面都充满了 充斥着撒旦 那个邪灵的运行 在贝逆之子运行的邪灵 他的工作 那些电影里面的价值观 电视剧里面的价值观 那些流行音乐 让我们的肉体很快乐的流行音乐 还有甚至包括一些什么世界潮流 有什么穿着呀 头发发型啊 纹身呢 所有的这一切世界的潮流啊 我要告诉你们这一切都在谁的统治之下呢 在就好像那个西律王 那个残酷的西律王一样 在世界的王的统治之下 如果你们去顺从这样的统治 你们的心思意念去随从今世的风俗 你们就顺服那空中掌权者 你顺服的时候觉得挺高兴的呀 我看这个电影挺开心的 我看这个电视剧挺开心的 哇这个色情电影好像也带给他快乐 或者是我 就是所有的一切 凡是属世界的这种潮流 你的心偏邪了 你的心去贪爱了 这个时候你就正被那个空中掌权者统治 你被他统治就有一个结果 你的灵魂要被他杀害 你要被他偷窃 要被他毁坏 你本来是神的儿女 可是你随大流了 随大流的结果就是你要被撒旦毁坏 我这里讲的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 我在讲如果你是一个真的神的儿女 撒旦也可以毁坏你 如果你顺从那个世界的王 撒旦可以毁了你 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得救了 难道是一直一直在肉体中 随从肉体的私欲情欲 随从今世的风俗一直到底吗 然后你说你得救了吗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得救了 岂不是我们从这个世界的风俗 从这世界的黑暗中出来吗 分别为圣出来吗 我们出来了才能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 这是我们得救的证据 我们有时候会软弱 慢慢又滑进去了 对不对 滑进去了滑进去了 滑进去了 不要继续滑 出来 你可以出来 如果你渐渐的滑下去了 不要自暴自弃 不要灰心 靠着主 出来 让耶稣基督来统治你 不要让那世界 残忍的那世界的王来统治你 顺服谁 就被谁统治 结果你们都知道了 加勒太书说 五章十六节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 如果我们顺服基督的话 就是神国度的人 我们必有属天的平安和福乐 活在光明和自由中 所以我们要小心 警醒 保守自己的心 耶稣为什么说 你们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因为这个世界 卧在那恶者手中 那个魔鬼 你们的肉眼看不见他 但是不代表 你的肉眼看不见他 他就不存在 他真实的存在 他在这个邪恶的世界掌权 如果你们生命成长成熟 慢慢透过属灵的眼睛 是可以 真的是可以看见 那个魔鬼的存在 他真实的存在 他不断的诱惑你 引诱你 他要统治你 他统治你的目的 就像犀利王一样 要杀害 偷窃毁坏 他也会欺骗你 犀利王也会欺骗神的百姓 他根本不敬畏神 他还修圣殿 还要修得那么漂亮 修到主 主后63年才修好 他死了好久才修好 他为什么做这个事情 迷惑 欺骗 让你们这些犹太人相信 我犀利王才是你们的王 迷惑知道吗 迷惑 撒旦也会迷惑我们 透过我们的私欲 我们所爱的东西 撒旦不断的给我们 然后迷惑我们 想让我们知道 他是我们的王 如果我们顺服他的话 可能就会发财了 就会通达了 就会各样的欲望 都会满足了 我何必去追求神 这么苦巴巴的 还要走十字架的路 撒旦不断的告诉你 听他的吧 被他统治吧 你们要小心 刚才我已经讲了 西律王是怎么对待 神的百姓 耶稣基督是怎么对待 神的百姓 耶稣基督是怎么对待 神的百姓 瞎子能看见 瘸子行走 长大麻疯的结晶 死人复活 看见吗 神的儿子 何等的恩赐 能力救赎我们 他为我们舍命 我们的罪 我们犯了律法每一条 我们真的应该 承受那地狱的刑罚 但是耶稣 我们的君王 诞生在伯利恒 他的目的 要救赎我们 为我们舍命 他要让我们 这些瞎子可以看见 让我们这些笼子 可以听见 让我们这些残疾的 残废的人 我们的里面都是残废的 不要以为我们表面很健康 都是残废的 不同程度的心理上的残疾 不同程度人格上的缺陷 不同程度性格上的残缺 不同程度 我们在那个罪下的做奴仆 我们根本不是那个自由的 是残疾人 真的是残疾人 有一次我在上海坐地铁 我灵里面 想到自己生命的这种肉体 生命的这种残疾 耶稣基督的救赎 当我有这样的蒙圣灵光照 有这样智慧的时候 我就看到那一车厢的人 他们各个愁眉苦脸 低着头 做这样做那样的 那一车厢的人 我在灵里面仿佛看见 他们都是残疾的 他们不是表面上这样自由的 他们是残疾的 是瞎眼的 是看不见的 我们过去也是这样 是残疾的 但是 甚至他们是死人 但是耶稣基督来 就是救赎 我们今天可以看见 灵里面可以看见 我们可以听见 可以听得懂 你看讲道 你们可以明白 因为有圣灵在你们心里 光照你们 这是神何等大的恩典 你们竟然可以明白神的话语 你们竟然可以明白真理 那些凭着肉体血气 智慧聪明理性 他们把圣经读了翻来覆去的读 他们也读不出神来 他们还是高高在上 他们要做自己的神 可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就可以明白 看见我们的王吗 何等恩赐 他还不仅仅是如此 不但救赎我们 将来我们还有永生 还有那个美到极处的 那个圣洁的国度 我们要永远的在那里 神给我们 将来我们要到那里 美到极处无法想象 所以去顺服这位爱你的君王 远离和小心那个邪恶的世界的那个王 你们要顺服爱你们的那位天国的君王 你们要降服在他的统治权下面 你们都想被他统治就要顺服他 不顺服他 你怎么是被他统治 我们接下来看第三节 西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 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 这个就是听到米赛亚降生的消息之后 西律王开始为自己的王权担忧了 这个一般的民众呢 也为自己的处境 有可能受到的冲击而不安 因为他们可能想有可能会有一场大的革命要发生 所以他们会有一些不安 这个西律王担忧还尚可理解 对吧 因为他为了他自己的政权 他本来就是那个邪恶的王 他为了他自己的政权 他也是外邦的 可是这个犹太的民众 非但不欢喜 反而不安 他们明明很盼望米赛亚 可是呢 他们其实一直很盼望米赛亚来 可以救他们脱离那个被奴役的生活 他们想要重新建国 他们不想被罗马统治 对吧 他们不想做这个二等公民 他们每个人说都愿意 他们每个人都说愿意要建立 以色列自己的国度 所以他们都盼望米赛亚 可是当他们听到米赛亚降生的消息的时候 却表现得非常的冷漠 他们可能是一想到 他们虽然愿意建立一个以色列的国 可是他们一想到 有可能要面临的一些改变或者冲击 或者有可能要付的一些代价 他们就退缩了 他们就顾自己的小生活 不关心神的国度 说起来都是愿意建立神的国 建立神的国 建立以色列国 可是真的米赛亚来了 哎呦 哎呀 我这个房产刚刚才买 我这个地才刚刚才弄好 我那个孩子还要马上要读读书 米赛亚来了 他们知道米赛亚一定会掌权的 他们可能会面临一场 有一场革命或者冲击 所以他们就不安 这个不安就让人非常费解 西律王不安 尚可理解 犹太人也这样不安 所以他们就表现出 如果需要付代价的话 他们宁愿对这位 真正的犹太人之王耶稣基督 他就表现出冷漠 很奇怪对不对 后面第四节 他就召齐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 问他们说 基督当生在何处 他们回答说 在犹太的伯利恒 因为有先知记着说 犹大帝的伯利恒 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 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 牧羊我以色列名 他们说的就是弥加书的 刚才我们看的那个经文 当这个西律王问他们的时候 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 这些文士 祭司长 他们回答得好快 立刻准确地回答了 这个先知的预言 准确地告诉他们 告诉西律王 这时候我们会觉得有点 这个百姓忧心忡忡 这个宗教领袖总应该好一点 可是我们发现这个祭司 祭司长们还有这个文士 他们的这个冷漠 甚至好像有点让人不寒而栗 对吗 他们这个时候 直到这个时候 他们还不是很关心 虽然他们回答得很准确 但是直到这个时候 他们还不是很关心 还是漫不关心 他们虽然听说 米赛亚要来了 好 西律王问 我告诉你 他在哪里出生 但是他们还是冷漠的 所以这也预示着主耶稣 将要被犹太人拒绝 走上十字架的路 米赛亚降生了 本来是一个大好的消息 可是犹太民众 却反应有点冷漠 因为他们担心 因为他们担心可能有一点变化 有点他的生活会受点影响 可能会有一点点改变 他可能生活会有点冲击 所以他们反应很冷漠 然后这些宗教领袖就更可怕了 我们会说 这些都是犹太人 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怎么米赛亚来了 你们怎么还这个态度 你们是不对的 但是我想说 今天我们蒙恩的基督徒 我们有没有这样对神 或者对神的国度的冷漠呢 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 虽然我们从在基督里 蒙恩的得救了 对吧 感谢主我们得救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刚才说了 在我们里面还有那个肉体 对吧 这个肉体和那些犹太人一样 你知道吗 和世界的人是一样的 所以我想说 我们今天蒙恩的基督徒 有没有好像这样 对神的国度的冷漠 也就是说 我们说爱神都爱神 爱神的国都爱神的国 为了神的国 我要征战 为了神的国 我要都有这样的雄心 都有这样的热情 可是如果真的让你去付一些代价的时候 或者当你真的要 还不说什么多大的代价 就是说当你你知道 你知道主的旨意是这样的 你知道神的话语是这样的 然后当你知道 你如果照着主的旨意去行 照着神的话去行的时候 你有可能会付一些代价 你有可能会有一些损失 你有可能会有一些 你的生活会受到一些影响 哇这个时候你就会往后说了 基督徒有没有 有的 爱不爱主爱主 爱不爱神的国爱 可是一想到动真的来真的的时候 还不说很大的代价 真的来真的时候 有一点影响 遵循神的旨意 遵循神的话 会有一点影响我的生活 哎呦我要付点代价 这有点困难 这有点麻烦 不肯付代价 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 是有可能的 不肯走出那个肉体的那种舒适 进入基督的平安 我们只关心自己的小生活 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心思意念 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意志 我们的基本上 我觉得可能 可能百分之八十 都在关心自己的生活 如果你有百分之二十 追求着神的国度 那都算不错的 但我用这个百分比 只是一个打个比方 没有办法用百分比 来形容人的生命 但是我要说的就是 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冷漠 会不会有这样的 像犹太人听说 米塞亚来了 要建国了 刚高兴了五分钟 马上又冷下来了 马上想到自己要付的代价 就缩下来了 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 会体贴肉体 往后退 往后缩 明明知道神的旨意 明明知道神的话 往后缩 甚至有时候犯了严重的罪 明明知道主的旨意是悔改 回到神的怀抱中 可是一想到离弃这个罪 又要付一些代价 往后说 还是躲在我这个舒服的肉体的 这个小肉体里 让我在里面暂时舒服一下 我不想付这个代价 我知道你们说的是对的 但是我不想付那个代价 我还是暂时在这舒服一下 我不是不知道应该那样 但是我哎呀我软弱我软弱 不断的说我软弱 其实就是不愿意走出 那个肉体的舒适的那种感觉 这种感觉是迷惑你的 那个肉体是仇敌 你们知道吗 肉体不再是你了 你不欠肉体的债 肉体的感觉不是你的 你是属神的 是圣洁的神的儿女 肉体的感觉是欺骗你的 肉体在迷惑你 肉体在配合那个世界的王 那个魔鬼在迷惑你 让你远离神 让你躲起来 让你顺从世界 我们最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对 我们体贴肉体 我们对神 对神的国度的冷漠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我们不可慕神 我们不可慕神 我们只关心神对我们的祝福 我们只关心我们在神面前的表现 我们只关心我们前面要去的天国 这个别丢了 这个最重要 我们没有对神的热情 弟兄姊妹 你们有没有好好的 醒察 反省 你们的信仰生活是不是这样 你们是不是 只关心自己的小生活 你们是不是只关心神对你们的祝福 只关心你们在神面前的表现 只关心那个未来的赏赐和天国 你们有没有爱神 爱神他自己 他本身 你们爱他吗 你们渴慕他吗 这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问题 如果是我刚才说的这样 我们只关心神对我们的祝福 我们只在乎我们在神面前的表现 或者我们只关心我们将来要得的赏赐 天国祝福 如果是这样的信仰的话 我们还在肉体里面 我们还是在肉体里面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不能经历 那个基督生命的丰盛的原因 在肉体里面来信 还是不肯走出我们那个肉体的那个舒服 不肯从肉体出来 罗马书八章五到七节说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 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 体贴圣灵的就是死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 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你们看见体贴肉体 其实我刚才说这些犹太人 他们的不安从哪里来 肉体来 他们不是不希望弥赛亚来 不是不希望建立一个以色列的国 但是一想到要有一个大的动荡 对他们是有影响 他们就顾自己了 他们表现出那种不安冷漠 或者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虽然重生得救了 可是我们常常也是 对神 对神的国冷漠的原因 就是体贴肉体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这个话什么意思 如果一个人 他说他是神的儿女 他说他重生得救了 他说他将来要去到那荣耀的天国 而他一生一直持续不断的活在肉体里 直到死 那他就是死了 因为没有生命的证明 没有得救的确据 我们不能活在肉体里面 不但不能在肉体里面 去随从世界的邪恶的各样的风俗潮流 我们也不能在肉体里面来敬拜神 来爱神 来追求神 我们要从肉体里面出来 舍己 唯有舍己 我们才能够从肉体里面出来 从肉体里面出来 你才知道原来天地这么广阔 原来你过去这么狭隘 要从你们的肉体里面出来 耶稣 耶稣怎么说的 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 耶稣又对众人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他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要跟从这个天国的君王 你想要得到那个天国的丰富 你想要得到那个丰盛的生命 你想要认识神的丰富 你想要活出他的荣耀 你必须的条件就是你要舍己 耶稣没有说你想得天国 然后你必须要做一件事情 然后换来天国 这不是这个经文的意思 不是让我们舍己 然后换来一些什么 而是说这是我们进入他的丰富 进入他的丰盛的唯一的路 就是舍己 就是十字架的路 唯有十字架 透过十字架的路 我们才能进入他的丰富 就是舍己 舍己是什么意思 就是把你的肉体舍掉 不是自杀 把你那个犯罪的肉体 贪爱世界的肉体 那个常常迷惑你 挟制你犯罪 引诱你随从那魔鬼的 世界的王的肉体 那个每一天在你里面 折磨你的那个肉体 你们要把它舍了 如此我们才能跟随主 我们怎么舍己 如果要讲得更具体一些 我倒是可以给你们一些鼓励 就是我上一次讲的 你们要爱神爱人 你们爱神 就要舍己的爱 不是为了自己 那是为了他的荣耀 为了他的旨意成就 为了他的荣耀 为他而活 这是爱他 如果你真的是这样为他的话 就是舍己 如果你是为了他祝福你 你爱他的原因是因为他祝福你 他给你天国 或者是 或者你要在他面前要换来一些什么 通过你的行为 那这样的话呢 就 就不是舍己了 就是在肉体里了 但是如果你们的生命 有时候你们凭着信心 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 你们会真的有那个爱主的心 那个时候你们真的知道 我爱主不是因为别的原因 是因为他是神 我爱他 他救赎了我 我愿意为他附上 摆上自己 当作伙计 献给他 这就是对神的舍己 还有对人的舍己 爱人 爱人怎么表现出来 就是舍己 爱人不是仅仅对这个人礼貌一点 或者对这个人好一点 这么简单 爱人是舍己 舍己舍什么己 就是舍掉你那个自私的肉体 舍掉那个骄傲的肉体 舍掉那个不断的批评论断定罪的肉体 在耶稣基督里爱人 这就是舍己 愿意 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 帮助别人 愿意放下自己的益处 为了别人的益处 这些都是舍己 爱神爱人 都要舍己 这样你们才能进入基督的丰盛 这就是耶稣说你们要舍己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背起十字架什么意思 十字架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行 私欲都定死在十字架上 是要死的 这才是背起十字架 不是只背不定 你知道吗 这不是这个经文的意思 是我们要把自己的肉体和肉体的邪行 私欲定死在十字架上 如此我们进入基督的丰盛 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有了基督的生命 若你是属基督的 在耶稣基督里重生了 你就有耶稣基督那圣洁的生命 已经有了 虽然你们现在可能还有时候感觉不到 但是要相信神的话 不要相信自己的肉体的感觉 肉体总是跟你说 你很糟糕 你很糟糕 你不断犯罪 你很糟糕 神不爱你 你没有属神的生命 你没有 你根本不可能活出爱来 你什么都做不到 不要相信肉体 你已经不欠肉体的债 虽然你很熟悉这个肉体几十年了 但是这个肉体已经是你的仇底了 不是你了 因为你已经重生了 所以不要被肉体迷惑 舍掉这个肉体 把这个肉体定死在十字架上 从两个方面 一个爱神的方面 一个爱人的方面 去实践 去舍己 把自己定死在十字架上 你们就会经历到从里面流淌出来 流露出来的耶稣基督那丰盛的生命 当你们尝到这个生命的滋味 你们就知道原来爱人不是男的 原来我可以这样爱人 原来我可以做到我以前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这是真的 弟兄姊妹 你们要这样去实践你们的信仰 照着神的话 去实践你们的信仰 去活出耶稣基督 赐给你们的生命 那个要承受永生的生命 你们要活出来 不要把它藏起来 我们必须要活出来 舍己的爱神 舍己爱人 去实践 可能有时候我们会软弱 又回到肉体 我实践了 尝到这个爱的滋味了 我的确也可以很好 但有时候软弱又滑 滑到肉体了 这个时候不要继续相信肉体的话 肉体会告诉你 你看 早就说过你不能爱人吧 你以为你爱了这哥把月 你以为爱了这几天你就可以了 你根本不行 只有那些牧师才能爱人 你怎么能爱人 你还想实践神的爱人 你得了吧 你想想你做了一些什么坏事 不要相信这些谎言 斥责这些谎言 奉主的名宣告 肉体不能做你的主 撒旦在你身上没有权势 你是属耶稣基督的 已经重生了 立刻你就可以贫心心又回来 回到基督里 继续的舍己的爱神爱人 这样你的生命会越来越丰盛 越来越丰盛 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知道仇敌在干什么 怎么对付他 顺服那天国的君王 舍己 这样我们才能够恢复 对神的爱 那个热情 你们对神有热情吗 这就是原因了 我刚才已经说了 如果你们对神是冷漠的 这就是原因了 舍己 活出对神的爱 下面我们看 第七节 第七节 当下西律暗暗的招了博士来 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 就拆他们往伯利横去 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 寻到了就来报信 我也好去拜他 这个他是暗藏杀机了 这个谎言 那第九节 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 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 忽然在他们前头行 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 就在上头停住了 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 进了房子 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 就服服拜那小孩子 揭开宝盒 拿黄金乳香 末药为礼物 献给他 博士因为在梦中 被主指示 不要回去见西律 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我们看十一节 博士进了房子 这里是进了房子 并不是进了马厩 或者是一个马棚 当时耶稣诞生在马巢里 对吧 那这里说是房子 所以可能这个博士 他们去拜主耶稣的时候 应该不是在他刚刚诞生的那个时间 但是具体什么时间呢 也不是非常清楚 但是可以知道的是 至少是两岁以内 在耶稣基督两岁以内 但具体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就有的人说 有可能在拿撒勒 也有些经文 但是这个就不是非常重要 但我们知道是 不是在那个马棚里 然后也是在两岁之内 这个外邦的博士 他们来朝拜耶稣基督 他们当时送上了价值不菲的黄金 还有乳香 还有末药为礼物 就是说这些礼物是非常的贵重 我们知道拜见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这是一个礼节 对吗 如果拜见一个最高统治者 这是一个礼节 那么这三个礼物各有各的一个象征 我们看黄金是最贵重的礼物 它象征着耶稣基督的王权 乳香是一种高油或香水 代表着完全而无罪的人生 流露着香气 墨药是一种苦涩的草药 用于涂抹尸体或麻醉 预表耶稣背负世人罪孽时所受的苦 这里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十一节 他们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丽 对吗 就是一般来说会都会先提到母亲 然后再提到小孩子 那这里呢 是不光这里 十三节 十四节 还有二十节 二十一节 都是小孩子在前面 就是小孩子和他母亲 就可见这个孩子是很特别的 这个孩子是独一无二的 他必须排在首位的 我们也看到这个三个博士 这几个博士 他们伏伏拜的是谁 是那小孩子对吗 他们没有拜玛利亚对吧 没有拜约瑟对吧 他们伏伏敬拜的这个君王 他们知道这是君王 他们伏伏敬拜的是耶稣基督 所以耶稣基督是犹太人的王 他也是神百姓的王 正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说到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耶稣的名字就是耶和华的救赎 是这个名字的意思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是很给我们安慰的一句话 因为耶稣基督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中救出来 圣经没有说他要把世上 所有的人救出来 他要把自己的百姓救出来 也就是那些蒙神恩典 在耶稣基督里被拣选的 选民 这里并没有说世上每一个人救出来 事实也不是如此 我们知道很多人没有信主 已经死了 他要把自己的百姓救出来 从罪恶里救出来 所以他是他百姓的君王 他是天国的大君王 我们这些蒙神恩典的人 都在他里面成为他的子民 我们福福敬拜的 我们所顺服的 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 他是我们的君王 我们要顺服他的统治 他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将来他要再来 万国万民 都要如此的敬拜他 荣耀的主 犹太人的王 他是我们的盼王 是我们的力量 他是我们的王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是我们天上的大君王 你曾用重价输卖我们 留学舍命 复活 使我们可以出黑暗入光明 在你里面 成为神的百姓 神的子民 我们更在你里面 成为神的儿女 为了这一切 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我们要福福敬拜你 主啊 你也知道我们在世上 走着十字架的路 你也知道我们的艰难 知道我们的软弱 你知道那驱死的肉体 在我们里面常常引诱 压制我们 我们时常软弱 会得罪你 求你赦免我们的罪 求你 复兴我们 使我们可以靠着你 借着你的话 圣灵的大能 我们就胜过肉体 致死肉体 我们将肉体致死 舍己爱神 爱人 活出 耶稣基督你那荣耀的生命 荣美的生命 一次来荣耀你的名 见证你的名 谢谢你 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祝你这着 圣灵的老美的名 祝你这着 我坐上 心静街上 歌声流量 歌声牙刀指向 我临死心肤肠 送主为我受伤 我得他为她 救我钱 求我罪如家 有待主无望 他是人爱贼王 他说把主人当手上 只要学命连向 我仍既然和你 何处龙的光芒 原始的自己的变弯是一共同是分量 人能终为大 阿世多兵之王 不见尽算更将天赏 何必皇祝思量 天地靠山山谷 国间万世世荡 天地靠山羊群 多多一座人 人靠地露满 发誓万世世荡 你作词 今来就创作 认为我何必要 你来送咱修夺 你曾为我承设 咱们一起向永远之心 永远都不满意